有一個紅色非常非常醒目的 它寫著 新型冠狀病毒檢測結果 這個時候我們把它點進去 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之前 不管你是在快篩還是PCR的檢測報告 隨著疫情的升溫 政府開始在各地廣設篩檢站 欸!這裡是Jager醫生 想必已經有一些人 接受過了武漢肺炎的採檢 而大家最擔心的就是自己的檢查結果 到底是陰性還是陽性 如果你是陽性的患者 政府會試著在72小時之內 派出專員聯絡你 告訴你檢查結果 跟告訴你後續的動向處置 而如果你是陰性 那就只在這72小時中都不會接到電話 這樣子的制度之下 會讓所有的受檢者提心吊膽 甚至有的人會緊張按耐不住 一直打電話到1922 甚至是衛生主管機關或各醫院 詢問自己的報告 政府其實也有為了這樣一個問題提出相對應的解法 不曉得大家之前在買口罩的時候有沒有下載過 健保快易通的APP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現在來教大家如何下載跟設置 首先你可以在Google的Google Play裡面 還有iPhone的App Store裡面 輸入健保快易通 接著你就可以下載這個免費的APP 下載下來之後 點開來我們可以看到在首頁的地方 有一個叫做健康存摺 我們把健康存摺 您現在收看的是 VS Media 沒事不要外出 外出記得要戴口罩喔 點進去 我們就會看到 他會請你先準備兩樣東西 一個是你的健保卡的後四碼 在健保卡的左下方 其實會有一個12碼的數字 那它需要的是後四碼 另外一個是由你個人的名義去申請的4G網路的SIM卡 就是手機的網卡 接著它會提醒您 請你把你的手機設置成4G網路 而不要開啟WiFi 這樣子它才有辦法驗證 好 如果你已經準備好了這些流程之後 我們就繼續我們的申請 好我們下一步 接著同意它的使用條款之後 我們將我們剛剛準備好的資料全部輸入 接著就會開始進行手機設備的認證 在認證完成之後呢 它會請你設定你自己的個人密碼 我們一樣把密碼輸入完成後 接著你就完整的開通了這個健保快一通的功能 這時我們再回到了健康存折裡面 就可以看到它會有一個紅色 非常非常醒目的 它寫著 新型冠狀病毒檢測結果 這個時候我們把它點進去 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之前 不管你是在快篩還是PCR的檢測報告 那我自己本人因為是急診醫師 所以就照著政府規定的天數按時篩檢 目前為止檢測結果都是陰性的 有的時候其實如果說真的檢體量太大 或者是人手不足 這個軟體也有可能會超過72小時 才上傳你的檢查報告 那當然相對的來講 如果當天或者是那兩三天的檢體 並沒有那麼大量 你也有機會是在24到48小時 就可以看到自己的結果 希望大家盡量不要再打電話到1922 或者是衛生主管機關 各醫院詢問你的檢測結果 因為目前醫療量非常非常的吃緊 各醫院之間都需要進行很多很多的溝通 還有互相的協調跟合作 才有辦法讓目前的這些陽性患者 甚至是重症患者得到最好的照顧 很多人都問我 到底現在一般社會大眾 需要怎麼樣幫助第一線的防疫人員呢 1. 勤洗手 2. 戴口罩 3. 維持最大的社交距離 如果社會大眾們 大家都能夠達成這三點的話 就是對於第一線防疫人員最大最大的幫助 我們趕快把傳染鏈斷在這一刻 不要讓病毒有機會可以繼續傳染到下一個人 我們的醫療量能就有機會可以得到舒緩 我們的急重症的環境 就有機會能夠救下最多最多的病人 好的本期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歡迎大家留言按讚追蹤Jager醫生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